不做完錯,當然其實理論上這樣已經不錯了 不過還是會有同學馬上反映出來說 老師如果按照順序,第一名就幫我放第一個 第二名放第二個的話,那這樣是更好 那所以我們根據剛剛的那個規則 第一名他剛好放在第二列 第二名放在第三列 所以呢,他的名次 剛好跟他要放的列相差1 就是列跟他的名次 把他名次加1,就是他放的位置 所以我們剛剛的程式只要改動一個地方 其實就OK了 哪個地方呢? 就是把這個K有沒有 K不要拿掉了 K把它不要等於2 因為不要放在2的位置 不是從2開始放,也不用加1 只是說K應該要怎麼放呢 K的位置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規則 K等於什麼呢? 他的這個名次怎麼樣呢? 他的名次有沒有 所以將來如果找到這個第七名對不對 那K的話應該放在第幾列? 我剛剛講過嘛 他的名次跟他放的列相差1嘛 所以你只要把他的名次怎麼樣? 加1不就好了 所以哦,這個是他將來找到的名次 有沒有,所以哦 就是這樣,像第七對不對 他一直往下找 找到這裡,他是7 那7的話呢 如果我把這個7的數字拿來 把它加1之後放在K裡面去 那K等於什麼?可以8嘛 所以8的話,那不就放在F8的位置 那一直可以推哦 所以底下一直往下找 你不用往下找到,找到第幾名 再來的話應該第二名對不對 第二名一樣的道理 如果我找到第二名的位置 這個是2啦 2有沒有小一點? 7有嘛 所以把這個2加上1丟到K裡面去 那不就3 那剛好就放低 所以其實這樣就是答案了啦 其實也沒有那麼複雜哦 所以我跟各位講一下 我把它倒車一下 我的想法是怎樣 本來是這樣對不對 那我第一個哦 我是直接把這個頭跟 這個K等於2不要 因為它不需要粗死值 它也不需要加1 所以這兩行可以拿掉 那在K 這個上面一行 加一個K等於什麼 K等於它原來的名次 就是這個 名次的話是放在這個儲存格裡面 把這個名次怎麼樣 再把它加1就可以了 加1 OK 好 那再把它丟到這個地方來 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應該就成功了啦 我試一下 理論上應該是最簡單的寫法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有沒有成功 我們看一下 這個清除一下 然後讓它跑 跑的話 如果沒把握的話 一般就是這邊設個中斷點 讓它停一下 執行一下 有沒有跑 這個地方是7 對 小一點是7 等於7 8 這個時候的話 那就是7 就是第7名 那應該放哪裡呢 那應該加了1 變第8列的位置 所以這個時候 K等於8 那8就跟F結合在一起 就放在F8的位置 所以再把12的這個資料 放在F8的儲存格 有沒有發現 放進去 再跑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呢 那應該是21 21應該是第幾名 21的話是第二名 有沒有 把2加1之後的話呢 讓它變成第三 放在第三列的位置 所以再把21 放在F3的位置 有沒有 一直類推 所以底下都一樣 我就幫它全部跑完 所以把中斷點開 它就不停了 就有點像直達車 不用停了 你中間就直接幫我全部跑完 好 OK了 有沒有發現 這樣的話 剛好1到7米 它就按照它的名次 加1 放在它應該放的列的位置 欸 這很巧妙吧 OK 所以其實程式並不多 就加了這個 結果就大大不一樣 而且剛好符合我們要的 最後看 你驗證一下 比如說34號 是不是第一名 看一下 34號第一名 有沒有 沒錯吧 然後第二名的話 應該就是那個什麼 第二名的話 應該是21號 那應該沒錯啦 OK 所以理論上 如果假設你可以把 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所以真的可靠性還蠻高 而且就是說 在很複雜的資料裡面 它就可以自動幫你把你想要抓的條件資料 通通都放在你想要放的位置上面 這樣就簡單了 那以前如果你不會寫程式啦 那真的是一個麻煩的事情 光比對資料 就比對頭與腦臟了 對齁 所以有的時候 真的是 尤其是資料越大的時候 那真的還是要靠程式幫你 把需要的資料抓到應該放的位置上面 OK 所以這個範例我覺得還蠻多地方可以再延伸的啦 所以今天的這個範例主要就是第一個啦 這個康里夫 所以回去的話可能再把那個康里夫再多了解 康里夫真的很重要 用到機會真的很多 他可以做資料的比對 也可以靠他 再來的話就是定義名稱 其他的話就是說 VBA我們有總共有寫了有 六個SUB 所以回去建議 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再花一點時間把它熟練一下 不要只是會 會跟熟練是不同的 因為很多同學常常會 但是不熟練 所以他將來要應用 常常都不太不知道怎麼 因為他其實就卡很多地方 OK 那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那個前七名 按照順序來排列的話 那我剛剛改了一個地方 叫K K的話 把K等於2拿掉 K等於K加1拿掉 然後在輸出的上面一行 加一個K等於Sales ID的依然加1 那這樣的話其實OK了 反而比剛剛的程式還更簡短